第13届跟第14届的周旬 我们输了大概1400多 跟接近5000票两届 这一次我们派了新人 我们围差落败372张票 丽明达更是在第14届大选 我们输了70001票 这一次我们仅输了711票 所以这一个是在三位输的 这个多数票之间 我们围差落败 所以实为可惜 但是两位候选人都很年轻 才三十出售 我希望他们能够再借再厉 为我们选区做出贡献 那么这一个是另外 是其中两个非常可惜的这个选区 那么在即使城市区 尤其在楼南一带 大家以前都是看到 它的这个大多数票是借以的 到2万是这2万以上 但是我看到这一回来 整个我们的这个投票结果 那么其实我们在这个 陈山山竞选的中国家州立席 即使面对前州行政员 撂垂头 也得到整个这个新动党中央的祝福 但是呢 仅以1,922票呢 败下阵了 所以我说我只能用四个字 虽败忧荣 所以这一次 我们要鼓励 再次在意 它是舒适提升 面对一个担任过两届的这个州议员 甚至曾经担任周行政员 这是一个不简单的任务 所以感谢珊珊 那么另外一位就是 刘正东也曾经担任过副部长 所以他向他这样的一个行动党的情报呢 已经以3,347票多万 而且呢 国民的国家的票数有不少8000多票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我只能够说 我们的先期啊 已经进入一 而且呢 虽然大一下正来 但是对我们来说 这是很大的鼓励 所以我们应该继续在这个选期拯任 那么在柏林区呢 行动党没有绝对的优势 所以我们应该呢 做一些调整 我们应该检讨 如何来改善 或者提升我们在这个选期的胜算